防震除了要关心土壤的强度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建筑物的混凝土强度 今天台湾混凝土学会和预办混凝土工会一起开记者会 向国人强调混凝土的强度是房屋会不会倒塌的重要关键 但是确实有不肖建商为了要省钱用劣质的混凝土 那么大地震一来很容易出事 所以他们呼吁政府要加强管理 206南台大地震夺走百余条人命 如何加强建物的耐震度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从911地震我们在当时取样数百个尸体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建筑物是否倒塌 在地震当中它的一个存活率 跟混凝土的强度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些倒塌的建筑大概超过八成以上 混凝土都是不合格都是偏低的 所以这个是有绝对的一个关联性 混凝土品质好坏觉得是建物安全性的重要环节 学者指出如果以新北市16层及和市住宅为例 每平房价大约40万元 混凝土所占成本大约只有5000块钱 但不效业者为了节省成本 还会不惜采用劣质混凝土 一旦遇到大地震时建物往往不堪一击 因为建商它在营造的过程 它会因为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 它会在价格上面会尽量去压低 所以预办混凝土的价格因为被压低的结果 低价抢标所以品质就会被牺牲 这当中的价差很可能只有几百块 但是牺牲的可能是我们一瓶四五十万 这样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专家呼吁银建署应该赶紧修改建筑相关办法 让工程会也能介入管理 让品管能够更加弱实 我们困地图在我们整个台湾 一年是一千多亿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政府机关在管 希望银建署修改办法 因为它现在是行政跟专业把它切开 认为所有的责任都是专业的营造厂 建筑师跟技师要去负这个责任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人 都是税都是建商啊 他所聘的 一场地震粉碎了许多家庭 为了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恐怕这是政府以及全体民众都要全面把关 记得把叶家华台北报道